我们看到她的女儿陈信云呢 今天也比较晚一点出门前往诊所去看诊 至于呢 常常陈信云出来的时候 旁边都会围在旁边搀扶她的 这个所谓陈水扁的支持者 那么今天也到了台北看守所 去送日用品 现场情形连线记者邵凡轩 带我们来关心凡轩 这个直播就在刚刚稍早之前 大概在11点20分左右的时候呢 现在我们从画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游民穿的白色衬衫 以及格子衬衫的男子呢 两个人是来到台北看守所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白色衬衫的男子 手上有拿着一张单子 上面是写着说一些生活用品 他们说是要买给陈水扁的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我们家会觉得支持者这边 会不会觉得说很辛苦 还是说很不意料 很不意料 当然也很想要 很愤怒 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 那今天来看守所这边主要是 是来看看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吗 对啊 对啊 你们会帮总统买东西进来吗 对啊 佛陈纸 对啊 我们刚刚刚说是要做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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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 心情不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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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有高带说要穿什么东西吗 那是资用品 资用品 资用品 资用品而已是不是 应该不是很陌生 因为他们这两名男子就是陈信瑜的护卫队 其实他们今天来到台北看守所这边 他们是表示说得知陈水扁被积压 他们是感到非常的生气 尤其很多支持者都很愤怒 心情非常的不好 而且呢 他说他今天来到这边 尤其呢 他不是三等亲 所以呢 他买了许多的生活用品 都是没有办法亲自交给陈水扁的 所以他只能借由索方 然后再转交给陈水扁 以上是在现场情绪 我们将镜头还给Paul那直播 好好看到这个